在月饼那五人月饼 豆沙月饼都来看看 三四鸡 我饿了 那先吃个月饼吧 又是重心呢 剩一下新人 我都快吃饱 哥哥 能做月饼可好吃 而且今天中午 当然要吃月饼了 就是耳朵就是最有事 先来吧 娘先回去了 哥哥你怎么能偷偷下 我怎么说 你也让你吃个月饼啊 我不吃 娘说过 咱们在家不安城 真不能买自己 不能帮坏孩子 说过快把东西帮我去 我救不回 小心 看看他 弟弟被放死了 我不是故意的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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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偷了别人的东西 被人打死了 这是你们谁家的孩子 重装车马不要命了 还有救 陛下 孩子的父母不在这 人命关天 先将这小孩带回去救治 是 什么 在哪啊 弟弟刚刚就在这 他怎么不见呢 大哥 你没有看见一个小牌 他比赛很快 我总是他不会小比 你二比三呢 你没有看见一个小牌 他只有这么高 小 啊 小牌 要是我送送了什么 你要送送他就送他到我身上 你把新儿还给我 啊 大江山 不迎天上上下海人 在乡 你为我大下 朕守末北十年 平定北域五国 翁廊居须 即便赐封摄政王 也不足以表彰你的不是之功 说吧 你还想要什么 朕无有不允 陛下 臣别无所求 我愿 寻回母亲 女子 走吧 听说什么 新慈大儿子在汉林院当官 他呀 这是要去京城享福了 享什么福 他家那大儿子杨在父 去京城六年了 有下个冰洋子女儿 一次都没回来过 怕是早就把家里老娘给忘了 哎 新慈 你这是要去哪啊 云云的病 脱不得 我带他去京城治病 当初还是新慈跪遍了全村 腿都瘸了 才给他凑出来的盘缠 这小子真是良心被狗吃了 谁说不是 都说养儿返老 新慈小儿子 十几年前就没了 大儿子又不孝 生了还不如不生 就是 奶奶是脚在新迅速了吗 吗 是啊 你再先说说我命苦 这是他留在我的唯一印象 我希望人家 也得举心生死了 王爷 您大胜凯旋 各部官员都想来拜见 赞不见客 我家人的下落查到了吗 只有一个香囊 线索实在太少 还没查到 可惜我当时年岁太小 记忆都模糊 请坐 王爷 您怎么了 没事 后天就是中桌夹节 我给陛下调点礼服 你先回去 是 姑娘 我给您打听一下 汉林院官署怎么走 那边是汉林院的官署 啊 谢谢 哎 站住 臭气概 这里 是你们要饭能来的地方 别碍了大人们的眼 我 我不是来要饭的 我是来找我儿子 杨宰富的 给他送点东西 大白天的静说瞎话 汉林院里根本就没有信仰的 看看自己在群山一样 这里是你们能来的地方 汉林老爷会有个要饭的娘 滚滚滚 我真的是来找我儿子 你就让我进去吧 耳朵拢了是吧 滚开 奶奶 真老心 还不赶紧把这晦气的东西收拾手 住手 崔大人 滚开 富二 怎么叫你崔大人 不该问的不要问 苗 你怎么突然来京城了 你都五年没有回家了 年后月月都会想你 可惜 泡菜坛碎了 还有月饼 过几天啊 都是中秋节了 以后这些乡下的东西 给我往京城台 元元 快叫爹 爹 娘 我还有事儿 你带元元先去找个落脚的地方 我往前再去找你 我往前再去找你 那你先忙 崔大丰 别想 后天就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给八万八千两财礼之外好没有 我爹说了 一两都不能省 你出身亲和催世 怎么 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啊 明日 明日我一定把银子凑齐 这海子 对了 刚刚那个人是谁啊 不知道啊 问路的 一看就是下 脏死 崔大夫 亲和催世可是明能忘记 做事 叫至于分 玉瑞 来 吃饼 奶奶吃 奶奶不够 玉瑞吃 奶奶吃 好好好 奶奶不够 富尔 您怎么来了 吃了没 娘这儿还要半块饼 奶奶 您吃吧 我吃不过 奶奶 您坐 奶 奶奶 您看 这是什么 富尔 你知道娘不识字的吧 娘 我给您和媛媛 在京城买了宅子和地 这是房器 地气 您啊 只需要在上面画鸭就行 你这孩子 干嘛浪费这些银子 娘年轻点 用不着这些 房器地气 还是记在你的名下吧 不行 娘 我都准备好了 帮叔说好 给您和媛媛在京城买宅子 今日 必须钱 你这孩子 娘 名字 我都已经写好 您在上面按着什么样就行 媛媛 你按在这儿 好 娘 媛媛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办法 有了这些钱 我才能和媛媛成婚 才能不被岳父岳母嫌弃 我又由此 才能在京城里 娘 我还有公务 我就先走了 等过两天忙完了 我再接你们去新宅子住 富尔 你在汉林院当官 能不能寻在京城里的名义 媛媛的病 真的脱不得 我知道了 爹爹 爹爹 爹爹忙 好 奶奶我好饿 爹爹怎么还不来接我 别人乖 爹爹忙完了 就来接我们的 你在这儿等奶奶 奶奶去买点吃的 知道吗 好 好 包子嘞包子嘞 皮包县煮的包子嘞 真香啊 别人一定爱吃 大哥 我身上 只有这些钱 可以卖我个包子吗 瞎了眼 我这包子 五文钱一个 你两文钱 就想吃包子 做梦的吧 吃不起 就滚 臭乞丐 又老又瘸 还想占便宜 没有钱 去剪烂菜叶的事 别打我的声音 没事吧 我没事 谁说他给不起钱了 他的钱 我给 哎 不行 怎么能花你的钱呢 我们虽然穷 但是我们人很心 不偷不抢 不白拿给那个东西 就不会被人看不起了 知道吗 孩子 谢谢你啊 我还要去给我孙女找吃的 我就先走了 王院 时候不早了 买的正好 帮我查一个人 我要知道他所有的消息 我还要去 这些菜叶子 那要不要 给你冰了 好 谢谢啊 媛媛 奶奶回来了 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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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在那里 你把吃了 是 不是 我说 不 好 我说不 媛媛 奶奶对不起 媛媛太饿了 就吃了一个 媛媛 这是 奶奶 這是人員在路邊撿的 小狗吃下我才撿的 好香哦 奶奶 別吃了 真是狗飯 不怪奶奶奶奶沒照顧好你 奶奶很好 奶奶吃這裡面還有肉呢 奶奶好就沒吃肉了 奶奶你也吃 奶奶吃 臭乞丐我讓你吃 你們幹什麼 飯 你們倆不吃 也別吃我下家的狗飯 今天可是本小姐大喜的日子 你倆個不長眼的東西 說到我嚇下來了 真是好大的狗男 我沒有頭小狗吃 不說呀我才撿的 還敢狡辯 把這小乞丐的雙手擋 我看他以後還敢不敢偷東西 不要 我賠給你 我賠給你們 你這老東西 準備拿什麼賠給我 兩文錢 你當我也是叫花子呢 你說他 我兒子是漢林院的 我叫他賠給你們呀 你們聽見沒 他剛剛說他兒子是漢林院 可笑不可笑 哪個官老爺會有偷吃狗飯的娘呀 你怎麼不說你兒子是那位戰無不勝的天策上將 萬人景仰的大下社政王 是一碗狗飯 你們放過孩子 要他就他老婆子我吧 是一碗狗飯 那也看是誰要 餓著了他 你們兩個就見你 對不起 人家喜歡吃狗飯嗎 在地上全部都給我吃乾淨 不然 就讓人把這牢起來給打死了 啊 我吃 我不要咋呢 吃啊 我不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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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吃的好乾淨啊 身體好搞 奶奶 人人沒事 年年給奶奶走了一塊兒坐 奶奶也好久沒吃肉了 哈哈 還留了一塊肉 小乞丐 真是孝心可佳 不過 想必 這應該也算我們這輩子難得的盛念 你們在幹什麼 王爺怎麼樣 找到了 找到了吧 性不辱女 屬下等人找到了一些消息 還有催心慈的生辰與籍貫 請問過 你們在幹什麼 你在 傅 你來的正好 你看看 如何處著這兩個偷吃我下家的狗飯的下的 怎麼是娘和圓圓 不好 要是讓下家知道我有一個鄉下窮娘和女兒 一切就都吻了 富兒 你認識他們 超氣感 別亂叫 我怎麼可能認識這種嚇得肯 他們就是那天問路的 月香 即時快到了 你先去準備吧 今日 我們的婚宴才是大事 我來趕走這兩個乞丐 行 我確實要好好清醒你 變得沾上這兩個劍 他上的晦氣 富兒 你能叫我什麼 娘 你們快走吧 下家是權貴我也惹不起 等我忙完了就來找你們 在富 你們趕緊走 別再回來了 你敢怎麼敢 那肯是下家的姑爺快走 什麼 富兒 怎麼成了下家的姑爺 媽我腦袋又痛了 別怕 奶奶 帶你去找母爹 今日 這下家的喜宴 又指中秋佳節 請各位敵客入府 共度良辰 沒錯 沒錯 找到了 找到了 王爺 據我們所知 您的兄長 今日正在下家舉辦婚宴 將要迎娶 李布侍郎之女 好 替我備一份厚禮 今日是兄長大婚 又是中秋之日 還是我們一家團聚的日子 三喜臨 不過 能夠正視您母親身份 且最重要的戶籍與卷宗 目前不在京城 最快也要一天時間 才能送回 太慢了 我給你半天時間 务必把戶籍和卷宗 在今日宴行結束之前 送到我面前 還有 你準備一下 跟我一起去參加 兄長的婚宴 是 感謝諸位 來參加我 與元香的婚宴 恭喜 恭喜 崔亥玲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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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父 我 太感興 聽說今日婚宴 都京東了摄政王 不但背下後裏 還推卸他為旅部尚書 能得摄政王的賞識 是我下家的榮幸 今日是中秋佳節 也是小女成婚的良辰即日 感謝眾位相近 歷臨小女的婚宴 大家可要開懷暢飲 盡興而歸 哈哈哈哈 想不到 岳父還認識设政王 真想法 我給你報警吧 好了 開始吧 在這個良辰即日 我要感謝我的岳父月母 是他們 將元香抚養長大 讓我有了這麼好的妻子 請二老放心 日後 我定會照顧好元香的 哈哈哈哈 聽說崔漢林 自幼是由母親抚養長大 而今日令堂也到了 可有此事 當然 我的母親 一個人 一個人寒心如苦 將我養大 沒有他的辛勤付出 就沒有今日的我 正是他讓我明白了 何為真正的奉獻與偉大 小時候 是您徹夜不眠的 照顧生病的我 是您將我撫養長大 用心情的雙手 付救了我的前程 照顧你啊 你幫幫忙 媽媽 娘 娘 要不 算了吧 不行 柯舉是你最好的出路 娘就算跪端腿 也要幫你凑個盘缠了 你是讀書人 李皮寶 先回家等娘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幫幫忙吧 你幫幫忙 那公子 您改姓為催 也是因為母親嗎 正是 我忘不了母親的付出 與期待 如今 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但是 我會用我的一生 去報答您的養育之情 讓您過上更幸福的生活 原來如此 臭漢子 崔漢林真是大孝子啊 生子當如崔漢林啊 好好好 娘 您請上座 這位 就是我娘 這位 就是我娘 难怪能养育出崔岩林这般的年轻俊颜啊 请两位新人为长辈敬茶 岳父 好好好 岳母 好好 娘 你真要气着 好好 谢谢儿媳妇 娘 是您彻夜不眠的 照顾生病的 是您为我筹记的学费盘缠 辛苦了 娘 娘 以后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我会让您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不对 它是讲的 福尔 你是不是叫错了呀 我才是你的娘啊 是你呀 你们两个臭气感 家还敢闯进来 你怎么能不认娘呢 福 罪在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啊 她不是我娘 福尔 你为什么不认我啊 如果她是你娘 那我是谁啊 我让你走啊 你还回来干什么 圆圆的病 真的拖不得了 娘想让你 在父的母亲 怎么可能是你这种偷吃狗犯的贼 什么 她偷吃狗犯 这种贱民是怎么昏进来的 不错 就在刚刚 这两个乞丐偷吃我下家的狗犯 我大发慈悲放着她 没想到 他们俩竟然还敢闯着她 大闹婚礼 我真的是福尔的娘 福尔 福尔 你说句话呀 这死瘸子 到底有完没完 梁大夫 你为什么不是娘 梁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你有完没完 大夫 告诉你 这个死瘸子 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 真不是我娘 这才是我娘呢 那他怎么会找上你 这两个臭乞丐 可能觉得我有钱 所以才到这儿 亢亡拐骗 不要再负 我寒心如虎把你养大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到底是谁 照顾身边的你 是谁帮你 捧补衣裳 在地里 跑尸 把你养大的 是谁 跪遍全村 帮你 仇垢 紧紧赶扣了 爬扎的 我这套瘸腿 也是那时候 帮你跪遍全村 给跪瘸的 这些礼头 不记得了吗 进来 你去哪 不关我事 是他 是他花也都求我来的 什么 难道这个老脊脉 才是你的母亲 崔大夫 不是说 我母亲 大下 请击世家 清河催世的大人物吗 我母亲 确实是出身清河催世 我也是因为他才改的姓 我可是看在 是清河催世后一 和夏家家事匹配 才让你娶我女儿的 我知道 我知道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崔大夫 告诉我 这个老乞丐说的究竟 真是家 岳父 你听我解释 我确实不认识他 我母亲因为操事家业 太繁忙了赶不过来 所以我才找人冒充的他呀 福尔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这臭乞丐干 你这臭乞丐 你这臭乞丐 听见没有 在父的父亲和催世的大人 不是你偷吃狗犯的建筑 卑贱肮肮脏的下 王爷 认情这是事关中大 估计卷宗还没碎 我们不能贸然行动 伙儿 你说句话 你说句话呀 来人 把这两个基因被我脱下死 不 不是 不要 不 不要 我就是福尔的母亲 你也不撒分点照就不行 你配出现在这里 你配当本小姐的婆婆和我 从亲戚 我是又老又穷 但我真的是福尔的娘 福尔 都说子不嫌母臭 可不嫌家屁 你真的嫌弃娘吗 拖下去 打五十遍子 爹爹不是让他们欺负奶奶 什么 老师 那有什么过何解释啊 我 崔开姐还有个女儿 不会吧 那有个请干老娘 还有个请干女儿 这又是真的 这婚宴还能办吗 对呀 西娅家那里快丢光了 够了 陈寨峰 她真的是你的女儿 我没有 她不是 你别听那么胡说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爹爹 别乱笑 谁知道你是脑子的血重啊 圆圆 圆圆你没事吧 娘娘 小圆脑的很痛 蛋的很痛 圆圆是业主吗 不是 你快走吧 下家可不是你们这两个臭乞丐能够招惹的 真不想伤害你 你叫我什么 好 你可以不认我这个瘸了腿的老太婆 但是圆圆你不能不认啊 圆圆的力真的脱不了了 你快找大夫救他吧 大娘 你别胡说八道了行吗 知道这个孩子是哪来的业种吗 老妈 业种死在下家 业种 你居然可以为这良心 说出这样的话 圆圆是你的情生女儿 你快找大夫救他吧 娘求你了 死了 你不用想救这个小野种 这样本小姐给你 要不 证明这个野种身份 要 你 会想 从他的话 装 王爷 王爷 万周下的时间 找户籍的卷宗带你 请王爷 乌尔 你真的要娘这么做 才肯救自己的亲生女儿吗 娘这一跪 你是我的亲妈 啊 王贵 对了 我有证据 就是富儿 给我和圆圆的房契地契 不不是我儿子 圆圆不是他亲生女儿 他怎么会给我和圆圆 买宅 这个买地呢 这是伪造的 甲打开 别疯 臭乞丐 没想到 你又瘸又瘸还蠢 怎么连这种恍不敢撒呀 你没有想谎 这上面就是我和圆圆的名字 是你的名字没错 不过这不是房产器 是借俱 却是卖生气 卖 卖生气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白纸黑字你还想抵赖不成 这上面写得清清楚 归心词 向四海钱庄借还五万 九出十三规 限期十天 如若还不上 你和这个小建筑就要被卖去窝国 窝窝 这 臭乞丐 放 福尔 你不是跟我说这是房秘吗 怎么成卖生气 五万两啊 你让娘和圆圆拿什么去还啊 娘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 你快走行呢 送我求你了 你就算不是我这个老太婆 但是圆圆是你的亲小女儿 卖娘受你 你是要遭报应的 闭嘴 臭妻子 我不想再看你演戏了 现在你只剩下一条 让她跪下 奶奶 大闹我下家行见万死 这刚刚本小姐在外面 只为保小妻子 还没有为保女 来人 上狗犯 崔再傅 你不是说 你和这两个乞丐没有关系 那就你送这个群子去 算了吧 让他们滚就是了 这是他们自找的 你再说了 我下家是吉善之家京都群 我哪有喜宴不让人吃不到 吃完狗饭 还有鞭子 不想 这绝对不想 你不是跟我说 不想 这绝对不想 这真是她的娘和女儿 真是想不到 崔再傅 你还犹豫什么 你要是与这两个剑种有关系 总别想再当我下家的女婿 你可想好了 我下家能让你成为七品汉林编传 就这么 完结不复 不行 不不行 为娘吃狗饭 天大雷 你呀 别怪我 我也没有办 大娘啊 张子吃饭而已 很快就过去吧 我是 只要你们再救媛媛 就这小剑虫 我冒 不要 不要伤害媛媛 这是什么 不要 这是我小儿子唯一的遗物 一个破浪 宝贝手 不要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王爷 户籍正宗到了 崔星词确实是您的亲生母亲 我们还查到一份崔在乎伪造的军队 你看你们谁敢动他 这谁呀 赶快下降的权势 见过哪里来的愣头青 海星 你怎么来了 没事吧 没事 这是人员的 放心 我用内力封锁住了他的静脉 暂时没事 及时治疗就好 人员休息 是谁 够了 当本小姐的婚宴是戏台子吗 什么阿猫阿猫都敢瞧出来 全干大子小姐 咋又怎么样 大子勾打你 你 你变什么 大夫 你这贱民咋的 在乎 你吓死 你仨人 男人 这个贱民给我拿下 有我在 我看你们开大子 好你这疯狂子 没想到你还挺有魅的 有这么一个小白脸拼头大死 剪出头 别胡说什么 有什么事冲来 好 我倒要看看 你管我下家平时 你都倒霉有副剑 你快走 我给我拿 你不在他身上的屋主 我会让你一剑一剑 全部还回来 你简直不知死我 你可知 一剑朝廷命快 依照大下律法 可是死罪 其辱老弱父母 你还配跟我谈大下律法 你 说句话 你能弃不到我 我算了 免了 我 只有你 贵面子 叫外人来欺负自己的母亲跟鱼 你往回人赐 往回人父 我已经查清楚你的底线 你并非是什么轻浮催适的方法 你的世家身份 万贯家财 全部都是你 你崔战父 出生世村 育穷一女 你的女 就是杨媛媛 崔兴慈 是你的亲娘 崔战父 你不信我 崔战父 你真不是个东西 你们听我解释 你们听我解释 崔战父 这个骗子 万象在插手就被你骗了 连翔 别走 放手 连翔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你们这些年的神门海事 你都忘了吗 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高了 既然如此 崔战父 你想娶我女 想进入我下家门墙也行 岳父 崔战父 在此之前 你彻底和这两个剑柄断绝关系 老夫便让你入赘我下家 感性下 从此以后 你只能以下家人自去 只能相信我们 福尔 你真的要入赘下家 抛弃娘和媛媛吗 笑吧 我下家乃权贵世家 能让崔战父入赘 你是莫难 那看看你们两个 一个臭瘸子 一个病养子 你们只能给他带来的被人指向 你们还能给他带来什么 如果你真的 是他的亲娘 你就该快点软软的 别再脱离崔战父 别再脱离我们下家 你要断绝关系吗 你要断绝关系吗 崔战父 现如今 我得摄政王看着 即将胜任 不上书 你入赘我下家 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这也是老夫 念在你与严香 这些年的情分 才晃开一面 你没有去失误 伯儿 你是娘的心头肉 不 爷爷爷也学父亲啊 不啊 崔战父 不太你没法选 这是你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难道你真要与那两个偷食狗食的贱民做一辈子吗 我选 哪位是崔汉林 四海钱庄 前来驴 哪位是崔汉林 四海钱庄 前来驴 你们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十天吗 时间还没到怎么就 崔汉林 我四海钱庄建筑去这么一大笔银子 难道不需要底下的东西吗 再说了 你们要是还不上银子 我我的贵客 你要来看看货物不是 要行看看新的汉 来的正好 崔大夫 这样你有银在修 你现在就把他们两个建筑绑过去 求求求你 求求你们 什么参加我今天 我一定会把墙 这就是规矩 说非你能还银子 否则我们就带走 春兴池杨月月 崔大夫 你还在犹豫什么 你不是要和元湘成亲吗 崔大夫 你现在就把这两个下等贱民帮着 送过去 博尔 我求求宿主带 别逼我了 这会真的很不容易的 我一定要断绝关系 就一定要好久忘过了 还要让别人知道 下家有两个偷吃狗 把你亲戚 下家的两面 二哥 岁家夫 你的事 下家是不可能接受这两个下等人亲戚 也不会让你把他输回来 这么说的话 这两个汉哥就是我的了 对 比特军 以后你想怎么死坏他们 就怎么死坏他们 就当他们两个为父父父父父父就行了 你再不说八道些事 韩瑟 不管你的事 你就别管了 我求求你们 不要让我们断绝关系 别连害羞父亲的 夫人 你也是当母亲的人 你应该明白的 我和你这种建民可不一样了 那我求求你们 钱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只要不让我跟孤儿断绝关系 我做什么都行 我给你们做一下 都不能归 这些人家不配 孩子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呀 我 你 还有一个儿子 你说什么 你认识这个吗 娘 星儿 你是星儿 是我 我是在星儿 娘 从今往后只要有我在 就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星儿 娘 终于找到你了 娘 好一出母子情深啊 不过好可惜啊 你们母子才刚刚相聚 你这个剑种母亲和那个小剑 就要被送去巫国当汉奴 怎么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我看你们谁敢 这是卖生器 你最好离我的货物远一点 否则老夫不介意 多送一个汉奴出海 这个汉奴比较强壮 我要他当我的努力 好的 李小军 我会有一百种方法 让这个刁民乖乖的牵下卖生器 等等 这人毕竟是我夫君的手足兄弟啊 来一下 小姐 救救他们 我的意思是 得加钱 好说好说 我四海钱庄 自来不会缺了下大人的孝金 好 好一个官商勾结 好一个草菅人命 如今窝口屡屡翻遍 而等却唯武作伥 残害大人 大下百姓 难道就不怕触犯大下律法 不怕被问罪处刑吗 贱民 你在搞叫什么 你不够谁的蝼蚁 也配跟我们这些全贵 讲大下律法 你懂法吗你 老天有眼的 你们这样做会遭报应的 报应 在这里 我下家就是天 没有我下家的同意 你们这些贱民 想出去 都出不了这个门 不错 老夫即将胜任 李部尚书 执掌李部 老夫作严便是李 老夫所为 就是法 混账 就你也配做官 那你可知 你李部尚书是从何而来的 那自然是因为 老夫能力出众 受摄政王看重 那你可知 我是谁 那你可知 我是谁 老夫管你是谁 一切剑平而行 难道老夫才死一只蚂蚁 还要问问 他姓甚名谁吗 够相长 你的礼部尚书没了 你的官职 也一并撤销 还有你四海钱庄 勾结倭寇 这件事情 我也会彻查到底 你算个什么东西 老夫的命 岂由你来定 是不是 老夫一句话 就让你们几个 趟着出去 大义不才 还彻查 希望你大乃农历 嘴还能这么硬 金峰 乘我令 撤销夏九元的官职任命 半炷香的时间 我要尹卫营出现在我面前 是 清风 尹卫营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 黏死谁 你说的是 摄政王身边的尹卫统领 难道你是 不错 不错 我就是大乃摄政王 杨再兴 杨再兴 他是天策上将 现在 我有没有资格 对尔等问罪处刑 你 你说你是摄政王 你小子骗食 连王也都敢冒充 我看你是病得不惊 恭喜恭喜啊 夏大人 真是双喜临门啊 你的任命书也到了 恭喜夏大人 身任礼物尚书 老子 你好好看看 你们也都好好看看 这可是摄政王 签订的任命 上面还有王爷的签名 杨再 你看见过吗 夏大人 今后在王爷面前 我要替我 美言几句 周大人 一定 一定 你怎么办 沈卫 他的任命取消了 你不知道吗 夏大人 这人是谁 一个大言不谈 咱的刁民大了 崔战夫 现在 你是怎么想的 一定要把他们搜索沃果吧 威弄废 来人 将这群贱民全部绑起来 送入沃果当奴隶 老夫 再也不想看见他们 看你们谁敢 崔战夫 这就是你的选择吗 我 好 那你别怪我 读过你的手足之情 你不要娘 我要 你不要圆圆 我要 崔战夫 一个奴隶的手足之情 有什么好要的 如今我父亲 是礼部尚书 黏死你 就如同黏死 马一样简单 没错 我不知道 一个礼部尚书 竟然有这么大的群力 那我今天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 你拈死谁 你 我收工 今天这个礼部尚事 你帮不了 你 你好大的狗胆 你 你竟然敢 撕毁王爷 亲历的任命书 要是让摄政王知道了 你们都得死 不知死我都是 如果我说 我就是摄政王 杨宰兴呢 你 笑话 真是笑话 在场的人 谁不知摄政王 那可是盖世的英俊 为我大厦 镇守边关十年 年纪轻轻 灵定本玉四国 威名赫赫 臣见 竟敢冒充王爷 夏大人说的对 我看你小子肯定知道 王爷久在边关 未在朝堂露面 所以冒充他的身份 但是我告诉我 王爷的身份 你冒充不了 你们从未见过摄政王 杨宰兴 为何就敢确定 我不是他 就凭这个偷吃狗犯的臭乞丐 他生不出像摄政王那样的人中之龙 再骂一句我娘 试试 你放心 他们翻不起什么风浪 你还敢对门关动手 就跟我讲诈 我告诉他 我刚才来的时候 看见丞相的车年就在府外 他马上就来 臭小子 你死定了 那你可知 他们为什么不来 你还真是不见过 你才不落泪 放手 把这个冒充 设政王的妖名给我拿下 不要 住手 心儿 阁下的武功确实很假 但是我要把你们大侠的成长 拆在脚下 我 小人 我 在这里 你 死定了 我 我 你 他可能放了我 谁在父母 你想清楚了 你到底是选择我和夏家 还是选择这几个奸民 我求求你们方国星儿 不给你们道歉 你怎么就该道歉 如果你跪下 向我磕几个头的话 说不定你不会狠狠 娘 都敢死 还在狗家 本小姐最喜欢看你们这些 贱文明能狂的样子 刘阳俊 我夏家想出一万 买着奴隶的一条好腿 可以吗 那咱可以 好 那就把这个情侣的那条好腿 给我串断 不要让他这辈子都吃了 在地上爬 你不敢 孙丞相也敢道 孙丞相 我们抓到一个大理不道的恶徒 竟敢冒充摄政王 什么 我倒要猜 什么人敢冒充过大象摄政王 你们好大的狗胆 你们好大的狗胆 听到了吗 丞相大人说你们好大的狗胆 竟敢冒充摄政王 丞相大人 你死定 父亲 丞相 丞相大人 死毁了您诏书 冒犯王爷的 是他们这群贱民 您为什么要打了父亲 大理不道的臭小 还不赶快放给摄政王 什么 怎么会 他怎么会是摄政王 救命 是不是搞错了 你这句 他醒了 没想到这次来大侠 竟然这么好的运气 都是人杀了 大侠的天车上将 那么我们卧国 有谁是带手啊 卧国剑胜 没错 去死吧 千二 娘 你没事吧 属下来时请王爷责罚 现在 我们是该 清宿清算 不了 我现在就完了 一个大侠 这么犯的贼 怎么可能生下甚至我 苏绣 王爷 是老夫之常 让这些败类 窃局仇堂 那这些欺辱 我们前的败类 该如何终止 苏相 来清 老夫明白 即刻起 剥夺下酒原意 诸文化一切官职 超莫下家 此地一干人等 皆为罪人 任凭王爷出 王爷 我 动着他门逼我的 是这王爷亮 休止王爷亮 王爷不要 王爷不要 王爷 王爷 都是我可也跟人听 都是我眼下 王爷 让我下家吧 求王爷少了我们 求王爷拿了我们 少了你 夏大人刚才好大的官威 你所谓的夏家 现在已经烟香与丧 还有你四汗钱庄 我会让暗卫彻查 凡是跟窝口 勾结者 格杀物 绝不不行 还贴是礼物上书 我瞎瞎世代明流 假的 假的 都是假的 你闭嘴吧 月下 月下 崔在此 你窝囊的连自己亲生母亲跟女儿都不满人 不是我没有 我给过你新闻 可惜你不珍惜 你现在问他 看他 还忍不住你 怎么 杨 杨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知道错 是我贪不虚荣 是我不对 杨 你打我吧 你打我 娘 她为了钱卖了你跟圆圆 为了攀上夏家 联合外人来欺负你们 这样的小子 你还要认吗 娘 我也没有办法 我拿不出财力钱 我就没法让夏家成为我的靠山 我就没法再形成立足啊 娘 娘 我冲怕了 我不想再过苦日子了 我只想过得更好 我有错吗 你想过更好的生活 你没有错 可你错就错在 你留情我认 为了攀龙富富 连自己的亲娘和亲生女儿都不认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娘 我错了 我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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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你们让我母亲受到了每一份屈辱 挨的每一巴掌 受的每一拳 我都会一一讨回 关门 行行 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 你好 今天是中秋之夜 也是我们团圆的日子 这些 是送给你跟圆圆的 不用了 你知道 娘不喜欢这些贵重首饰的 圆圆 圆圆也不要 好 大娘 这个 您无必收着 这个是我亲手为您雕刻的玉簪 一直等着送给您的 我给您带着 你这孩子 娘都老了 圆圆 奶奶好不好看 真好看 娘 您放心 圆圆的病啊 我会找人治好的 还有您的腿 行 来 吃饭 娘 娘 怎么哭了 娘 没事 就是想你爹了 你爹走得早 要是他看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 他也会感到欣慰的 对了 星儿 过几天就是杨氏宗祠祭祖的日子 你爹的牌位 一直没来得及尽宗祠 我想趁着祭祖的时候 把你的牌位请尽宗祠 好 但 我在京城还有窝口的事情要处理 还有圆圆的病 也要维护 我晚些回去 行 吃饭 娘 来 圆圆 吃个月饼 吃个月饼 王爷 崔在府一直跪在门口 让他跪 真热闹啊 孙星辞 今是我杨家技术 你来凑什么热闹 人归走得早 他的牌位一直没有进入祠堂 我想趁着今天祭祖 把他的牌位供奉进祠堂 他也配进祠堂 我杨家祠堂那可是供奉家族工程的地方 不是什么阿翁阿狗都可以进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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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平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人归活着的时候也是为杨氏宗族出了不少力做了不少贡献的 他的牌位理应进入祠堂 贡献 你们家没钱没事 穷的都要荡库头了 还谈什么贡献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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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看你这穿着把扮 倒是工歇了不少 哎呀 还戴上一毡子了 这突然间老黄哥刷绿旗装嫩 该不会是给人当拼头吧 你别胡说 我可没胡说 你的小孙女怎么没来 该不会是他其实就是你跟哪个拼头生的野种 带回来吧 有可能 真是恬不知识啊你 哈哈哈哈 别人明明是在治病 王延平 你怎么能平白无人清白 瞧瞧瞧瞧 这就急了 该不会是戳到某人的唾出了吧 哈哈哈哈 别听我说 别别别 别听我说 不想到 族人们捐福报钱 到这边来 我先来 我捐十两 杨康十两 族长 我捐十五两 杨永福十五两 我捐十二两 杨秀十二两 大兄弟 他们这是排队在交什么钱 家族规矩 想要将排位放入祠堂 就在捐修祠堂的福报钱 捐了钱就会有福报 族长 我捐一千两 我捐一千两 一千两 大金 听说 叶平二次当上的宪令 一年能赚一万了 随行子 你不是要将排位放进祠堂吗 你捐多少 请 族长 我不知道要将福报钱 这一次回来得及 我身上 只有这么多 不闻钱 你打发叫花子呢 族长 我看这贱妇 是在蔑视里 藐视族规 我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 族长 够了 卷子福报钱 乃是族规 没钱 就退出杨家祠堂 不是 走 走 不要 快点滚 族长 我有一个玉簪 这个是我儿子 亲手刁的 是我身上 最贵重的物件 我把它放在这儿 之后 我拿钱来赎 您看可以吗 什么玩意儿 这破东西 能值几个钱 不要 二十文 长 闻 这不是钱的事 这是我儿子的心意 哎 怎么 你这老东西 要讹我不成 我会怕你那废丸子 哎 我多天在村口看到他的儿子了 落魄得很呀 就说是为了入罪 惊入全皇世家 结果被人家的狗要撵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狗都不如的废 并且是丢我杨家的脸 小儿子死了 大儿子就是一条丧家之犬 崔仙慈 你还有什么脸面来我杨家祠堂 没错 你就不配进我杨家的祠堂 我是这样的 图长 我儿子很有出息的 只要 只要您同意 把人贵的牌位 供奉金祠堂 没让我做什么都行 原案福报金 是我们杨家的族规 既然你们有钱 你整得从刺儿门进 回禀王爷 潜入京城的窝口都已清除干净 原案小姐的病情也已稳定 我还让人向杨氏宗族团去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您可以带着原案小姐 回去祭祖吧 娘现在应该也已经到宗祠了 我们赶紧去了 别让他救了 是 侧门 怎么是锁着的呀 这侧门呀 一直是锁着的 不是 组长让我从侧门进 没有钥匙该怎么进啊 不需要钥匙 组长让你进的侧门 在这儿呢 这明明是狗洞 对呀 就是钻狗洞 人有人道 狗 有狗道 人归在世的时候对你不宝 他现在走了 你就这么欺负他 哟 你还委屈上了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 像你这种人艳狗鞋的贱武穷鬼 你配跟我们一起走正门 什么 不行 那你抱着我帐位 离开我杨家祠堂 你走啊 走啊 哎呀大妈 赶紧钻呀 乐着干嘛 就是啊 快钻过去 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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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不钻 那你丈夫的牌位永远进不了祠堂 放个狗洞儿 又不是少块肉 我看啊 这贱父根本就不成心 说不定啊 早就有了性的拼头 来这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我没有 那你倒是钻呀 钻呀 赶紧钻 别愣着呀 祭祖马上就开始了 钻呀 钻呀 任归 你以前对宗宗 记心记忆 和你看看 现在他们是怎么对我们的 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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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大家快看看 他真的要算了耶 哈哈哈哈 这没钱的人啊 啥事都干得出来 大家快看啊 他像不像一条狗啊 像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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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快起来 我 你怎么来了 你开心之后我没地方去就回家了 一定是祭祖的日子 我想再看看你跟原来 我们 这不是那位像狗一样被人从金城碾出来的崔翰林吗 你都已经不信杨了 还来我杨家宗慈干什么 我们凭什么欺负我娘 凭什么 不 这可不能怪我们 是他自找的 他拿不出福报钱 还想进祠堂 不得乖乖的钻狗洞啊 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啊 我说 我家怎么回事 一辈儿不如一辈儿 你爹杨人贵 穷得叮当小 快你在这儿 还是这样 是不是 不好 四十人修我爹事实 我 你不能全怪他们 是娘 没有代工府报钱 娘 我当初修建祠堂 爹爹出了你 建祠堂本就是应该的 凭什么要给他们银子 是我杨家的族规 你们定这规矩 不就是为了多劳银子吗 你别废话 马上祭祖的十三军要到了 银子 是焦还是不焦 好 我给你 嘿嘿嘿 这还差 走 娘 我之前做了太多的做事 不敢奢求您更远远远的 但是 以后我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您被别人欺负 其组开始了 你也进去了 你也给你爹都客气了 哎 记组开始 跪 西者五足先贤 密节蓝旅 一起山林 金指 金指 子孙凡言 寡蝶绵言 接赖 仙人之德音 今日佳节 今日佳节 子孙共聚 祈愿先人 庇佑后裔 三百九口 谢祖祖 恩德 一口手 二口手 三口手 这记组仪式得延后 这记组仪式都进行到一半了 怎么能延后呢 二爷 这几十年来我们羊牙记组都是在这个时辰 从未改变过 这要改变时辰 怕是错过了好时辰啊 是啊 二爷 这好好的记组仪式为何要延后呢 我也是刚刚才收到消息 说是有一位大人 今日 他要来认主归宗 王爷 咱们还有一刻钟就能到养家祠堂了 娘 我和媛媛马上就到了 等着我 二爷 能不能告诉我等 是哪位大人 我听说是 二爷 能不能告诉我等 是哪位大人 我听说啊 是一位年纪青青 就为我大下 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 他可是要写进我们杨家祖 第一页的人物啊 厉害啊 我们杨家出炉了 所以 我们要为这位大人物的父亲 留出一个牌位 哎 别别别别别 我们家可是为这个司堂捐上了许多福报钱呢 我们家的牌位可不能撤 我家也为宗祠捐了不少 这些年下来少说也有几万两 族长您可一定要为我家老爷子留个好位置啊 好好好 这个自然好说 你们家老爷子可是我们杨家的有共之臣啊 自然是留一个好位置的 傅儿 你爹身材是个热心肠 为宗族尽心尽力这么多年 他们应该不会把你爹的牌位 从司堂撤出去吧 好 您就放心吧 大家心里啊都有一杆撤 我爹对宗族什么样 大家心里都清楚 他的牌位啊 一定不供奉在司堂里的 对宗族尽心尽 对不住了 两人给台卫 也是拿回去吧 組长 您不是说好了吗 只要捐了修缠宗祠的钱 就让人归的牌位金丝堂的 就是 你们也看到了 这牌位桌都白买了 应该留出一个位置 不然一会大人过来了 我们该如何交代啊 凡事都该讲个下来后道吧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盼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 这人归的能够供奉进祠堂的 这人呐 生前没什么本事 死后也不会得到什么尊重 你们家一穷二白 无权无势 这种车销牌位的事 不轮到你们头上才怪 人归生前 为家子做了不少事的 当初修这个祠堂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 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人归就是为了修这个祠堂 从屋顶掉下来摔死的 原来人归是这样死的 好可惜啊 人归为了东西 做了这么多事情 难道他死后 连牌位都不能够奉进祠堂吗 崔星辞 你一个外星女人 你本来就没有资格进祠堂 今日你不知道感恩 还叫人归吗 外星女子没资格进祠堂 那她呢 她们怎么能见 我告诉你凭什么 我儿子乃是清远县县令 母平子贵 而你崔星辞的儿子 只不过是被人从清晨赶出来的丧家之犬 一个县令就敢这么嚣张吗 是 我是没什么本事 但你知不知道 我娘还有一个小儿子 他叫杨再兴 什么 杨再兴 你说他的小儿子叫杨再兴 那位战无不胜的天策上将 大下摄政王 是啊 你们还真是胆大包天 真耳朵敢揣 一个下贱的村妇 能生出摄政王 穷疯了吗 杨再兴就是我儿子 你儿子要是摄政王 那我儿子岂不是可以上天当神仙 穷 确实不是你们的错 我打总理的成胖子 那就是你们的不是了 娘 什么事情笑得这么开心啊 儿子 你来了 我在看着母子俩扯谎 或者没有说谎 我确实是杨再兴的母亲 大胆 你只不过是一介村妇 轮不得你胡说八道 区区卑微见名 也敢对舍质王不敬 崔星辞 你们家本来就捐用福报钱最少 现在又口出狂言 胡椒蛮缠 你是毕老夫 执行族规吗 组长 我没有 反显骗取同情 别算忘了 崔星辞 你儿子改姓的事 早就传遍了 一个三姓家 如丧家之权 你们两个加起来 都没有一个姓杨的 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 进了杨家祠堂 说得不错 我杨家祠堂摆放的牌位 是我杨家的先辈功臣 而你杨家 简直是家族之词 还妄想进祠堂受香火 怎么可以这样 任贵 他是为宗祠而死的 他天生短命 能怪得了谁 你骂我爹 够了 所以因此 你带着儿子大脑司堂 还侮辱摄政王 双醉变法 不但良人贵进不了司堂 老夫还要将你们从祖谱上 一律消除 并执行鞭刑 以兴效忧 来来 叫他埋住 干什么 干什么 鸟 别再大了 别再大了 不要再大了 不要再大了 你们这死 我不会再死 我不会再死 父母啊 射阵王呢 射阵王呢 光明射阵王 震祖归宗 你们大狗胆 你未赢 是射阵王 下官参见射阵王 他说是真的 完了 这些全完了 娘 你没事吧 暴敌怎么回事 娘没事 是傅儿 替娘受罪了 啊 整件事情是这样的 娘 没办理 算你干了回人事 很大的阵仗 这就是你们迎接我 回归列祖列宗的方式 啊 请射阵王 恕罪 吴老爷 我们不知道 崔仙慈秀是你的母亲 秦儿 都是杨家族人 不要闹出人命 我娘亲善 我只中恶手 杨浩 隔续官职 便为庶 杨潇 这组长职位 你不必当 你不配 苗 你把我害得太惨了 苗 来人 将这几人压下去 鞭形伺候 苗 苗 苗 自今日起 这宗词的规矩 是该改一改 从今往后 不许任何人强制征销福报银 王爷 若没有这福报银 忠词的维修怎么办 以后我每年会从王府拨一笔钱财 捐款之事 族人自便 多谢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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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日的骨头倒是硬了很多 之前婚宴的时候 我怂了 以后不对了 赛江 你能原谅我吗 该原谅你的不是我 而是你一直亏欠的两位你不愿 我明白 确定了 呦 圆圆真厉害 圆圆真棒 快坐下 时间过得真快啊 又是一年中秋印 国一不同的是 今年我们全家人 团团圆圆 整整齐齐人 团团圆圆 团团圆圆 很快原谅 很快原谅 哈哈